新赛季的德甲联赛已经开始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德媒,今日的焦点有哪些? 一、德国队在主场与毕露进行友谊赛,凭借舒尔茨在第85分钟的进球德国以2比1获胜,首次亮相的舒尔茨救了德国,德国艰难地获得了胜利,德国对这场比赛的表现,并不令德国媒体感到满意,如果占平法国是世界杯失利后迈出的一步,与毕露的比赛则是又走了回去。 二、图片报评论文章认为,这两场国家队比赛,暴露了一个问题,在封线上德国队仍欠缺强有力的球员,乐夫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再做实验。 三、富豪球迷区内想要出售自己所持有的汉堡股份,德媒表示马加特有意入手。 四、由于训练迟道的纪律问题,沙尔克队中的摩洛哥国脚阿里特,被开除出本期国家队,并被要求提前离开。 五、在接受下河谷手术的两个月后,要场门将赫拉德基,在国家队的比赛中打满圈场,他有望在周末的联赛中出场。 六、莱比锡中场坎普尔,在国家队的比赛中脚踝受伤,莱比锡方面担心他可能要长期伤停。 七、斯图加特名宿巴拉科夫表示,斯图加特新赛季两连败的失败开局,并不令他感到意外。 八、沙尔克的危机,作为德甲亚军开始新赛季,两连败的失败开局,接下来还将连战强敌,沙尔克会重蹈上上赛季的历史吗? 九、情绪之最,经纪人是德国最大的情绪天才毁灭者,邀灵,朝着新开始的勒夫准则,在等待了两个月后,勒夫和比埃尔克夫在媒体面前,做出了两个小时的分析。 勒夫的新想法,对阵法国与毕鲁的这两场比赛也给出了一些暗示,强调场内外的纪律,战术上加强防守和进攻提速,同时也进行了人员调整。 戴风无理仍是最大的问题之一,11、莱比锡的领头牛宁茨拉夫,毫无疑问朗尼克是莱比锡的脸面,而宁茨拉夫是莱比锡最后的决策者。 在他建立RD莱比锡的9年之后,浙加俱乐部已接近2亿欧的营收,成为德国最大的俱乐部之一。 12、从上赛季的接近将级到新赛季开局两连胜。 朗宝主帅拉巴迪亚,表示勇气是非常重要的因素。 13、门清惊吓的新员普莱亚,表示,外界对于德甲联赛的批评过于严苛了。 13、门清惊吓的新员普莱亚,表示,外界对于德国最大的俱乐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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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、门清惊吓的新员抛聚、表示,外界对于德国最大的俱乐部。 14、门清惊吓的新员普莠牧院穿的新员普莱亚,表示,外界对于德国最大俱乐部适用的新者第 dö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